來看最新的停班停庫的消息 台中國平區因為風大 風也很大 會不是停班停庫 連續兩位風太外國環流 來看到是造成本年鵝仔龍 不少損失 有鵝仔龍就損失過程 採取鵝仔也因為風硬變更大 有變更散 計測也由每台金一百八十塊 起到兩百塊 連續兩位風太雖然對過年 沒有帶來重大災情 但來到外海 能夠看到不少鵝鵝順海 今年第四班要的鵝仔龍就說 風太前有不少鵝仔龍無影響鵝鵝 又剛來來海 但外海鵝鵝 這次受到風太外圍環流的影響 順利有將近五聲 當地鵝仔龍就說 我們鵝鵝在住宿內風太時 除了不少派氣 但是我們鵝鵝鵝 並不會來為離島鵝鵝鵝鵝 沒有專門進行用手定義 所以順海進行很難來通鵝 可能只能自己去收順適 但因為減收連帶也有 拍好的鵝仔介紹 稍微看來起鵝 第一師哥龍 Gentlemen 表示 這次鵝鵝有了 有風太的影響 欺騙的損失更多 竟然有很多藍波的盤子上 當中有年來買蚵仔 也要借錢賣去 移出可能這幾天的財商來搶手 等計較好的時多賣一點 明報風太所大來損失 這種有年沒到